求职民众忙者填写个人资料 针对有兴趣的厂商进行面试 劳动部20号来到屏东春日乡 举办今年最后一场的就业征裁 共有14家临近地区的厂商参与 共有143个工作机会 吸引回乡青年与儿读就业的妇女来面试 经纸工作半年多了吧 很多 受伤啊 有你想要的吗 有 因为我的证照需要有些司机 有做月圆 都有提供一些在地的工作 目前就是因为小孩子大了 想说出来找工作 类似服务业 因为之前是卖衣服 对啊 做家 像清洁的也可以 因为喜欢做家事 提供的职缺除了护士 照护服务员 服务从业人员 与清洁工以外 还有水电技术员 机械操作员 与司机等多样化的面试选择 工作地点离家近 劳动部为了鼓励民众跨乡 跨县市来就业 也提供跨域就业津贴 毕竟在部落这个地方 就业机会就是比较少 我们会也有一些补助 民众都可以来用 还有我们也鼓励青年 可以跨乡去就业 跨乡就业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跨域就业津贴 那个津贴的话 就是只要它跨乡超过30公里 在当地没有职缺 我们就把它介绍到跨乡证去就业的话 也给我们还可以补助它 求职交通补助金 我们也可以补助它搬迁 或者是租屋的补助金 现场共有62位求职者参与 收到41分履历 20人面试成功 初步媒合率有49% 就业中心表示 如果错过了这次真财 平常民众还是可以前往就业中心 或各就业注点来申请 记者歌手屏东春日采访报道